即日起到10月11号期间的周五早上 民众骑乘自行车到八处指定地点 如新一广场、中兴广场、大港前公园等 自备环保杯就可以免费换咖啡 直到数量换完为止 台北市交通局响应9月22号国际五车日 举办系列活动 其中之一就是要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 包括自行车 因此推出诱因邀明参与 那其实整个国际五车日 它其实是在这个1998年的时候 在从法国这边开始推动的 那它当时推动的时间就是9月22日 所以后每年的9月22日 都是这个国际五车日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时间点 那它的主要主著就是希望说市民朋友 可以不要使用那个个人的交通工具 不要使用汽车、机车这一类的东西 来进入城市里面都尽量使用 绿色的一个交通运输工具 像公车、捷运、甚至是骑脚踏车或步行的方式 那在这个部分 台北市在91年的时候 也开始这个响应这个欧洲的一个推动方式 来做这个五车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 当然这个做推动之后 其实也获得蛮多的一个好评 那也希望说 这个活动能够一个持续下去 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往的国分 我们大概已经举办了22年的时间 那其实前面10年的时候 大概就是自行车还在这个同博发展的时间点 那在101年之后 因为U-bike的一个导入的关系 所以101年之后 我们透过这个一个 政府机关提供一些鼓励的方式 比如说喝咖啡的恶力的活动 吸引民众多使用那个绿色运输的 这个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 来进入城市里面 那这个部分 在这之后我们就是一直持续这样子推动下去 那今年的部分 我们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 那整个活动的部分 大概今年的五车日是 在9月22日星期日的时候 那因为这个星期日 大概政府机关没上班 所以我们提前在9月20日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配合这个周五绿运输的一个活动的关系 让这个整个自行车的 或者是步行的这个市民 能够用这个绿色的交通运输方式来进入城市 所以我们周五绿运输的时候 我们也提供了这个骑自行车来换咖啡的一个活动 那也鼓励这个市首长的部分 来一起这个达成那个捷运或公车 进入这个市区里面来工作 那当然其实同时也这个 结合那个教育局的一个学生 鼓励他们用步行的方式 来取代这个家长用骑车 或者是开车接送的一个处理 那这个部分我们骑自行车的部分 大概就是从9月20日开始 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的早上7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 会在这个八个捷运站点 包括信义广场 中信广场这些地方 八个捷运站点我们提供了这个 骑自行车换咖啡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其实这个换咖啡我们也是希望说市民朋友 因为是绿色运输入日嘛 所以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之后 以这个自备环保杯的方式 来取得这杯咖啡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由交通局跟捷运公司 这边来共同推出的一个活动 那让市民朋友这个动力 能够多一点这个诱因 吸引他来做这个鼓励 来响应绿运输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在这个部分 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这个市长也结合这个 这个无测制的关系 我们在市首长的部分 来带头去 以这个U-bike的部分来进入城市 那其实在今年的部分 我们在920那一天 我们也是有请这个市府各机关首长 以及同仁的部分 我们一起来响应这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我们会收集相关的资料 到时候在920当天 我们会把这个资料提供在这个交通局的一个网页上面 那另外呢 这个教育局的部分 他们也针对那个国小学童的部分 来鼓励他们用步行的方式来上学 那在今年上半年 也在这个国外 永建 清江 中校这四个学校 来做事半 那因为事半成效良好 所以其实113年的下半年 会推广到其他高年级的学生 那这个今年的部分 我们也请教育局的部分来共同支持 他们会原则上会把这个 各个学校的学童都一起来 请他们做这个步行的方式来进入校园 那当天的一个这个减碳成效应该是还蛮可以预期的 除了免费喝咖啡 交通局也和教育局合作推动国小学童低碳走路上学活动 让学生知道走路也能帮助地球减碳 另外也透过市府首长9月20号当天不开车 改搭乘捷运工车或U-bike走路上下班减少碳排放 我们现在抢上的五车想到说 因为在上班时间的一个工人或律运出的方式 所以我们提前到9月20号来做这样的部分 那这次又跟不一样的是我们结合教育局的部分 国小学童能够走路上学去 这个是一个真的以往大家都知道 如果我们小时候像我们这一代的小时候 是用走路上学以后后来好像都是家长接送 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走回来说 拿走路上学去能够再回来 让小孩子走路上学自己来走路上学 那这部分当然我们会 如果我们有个安心银计划 我们就做了国小的部分周围的 步行的通道 做一个整理 该重建的 该整修的 我们会做整修 让小孩子上学能够完整 那这个部分其实教育局这方面 他们也蛮努力在推动这个 他们从今年上半年也是四个学校 下半年也先去全台北市的学校 十到六年级就回来做这部分 那这个两千三个班级 就将近六万以上的学生会参与 那六万以上的学生就给六万的家长 就是家庭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计划 做这个响应这个无测日的计划 那我们能够让孩子对于灵探绿生活 这样子的观念 能够扩展到他们的 对家长的一个 等于对家长的一个教育 然后我们才可以把家庭煤工台北市的家庭 慢慢把这样子的力量 能够把它这个往外延伸出去 那我们希望的就是台北市 未来就是一个我们说灵探绿生活大家一起来 为鼓励民众响应周五绿运输 蔣湾也和艺人于澄沁拍摄宣导短片 邀请国小学童家长与民众一起绿运输取代私人运聚 记者温文俊台北报道